喂 赵铭 我的录取动质书到了 下来了 这么快啊 你别说别的了 赶紧陪我去医院 快点 我在医院门口等你 我这儿小姐 咱们俩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窦赵铭 你又想变卦了是吧 再等下去 妈那边扛不住了 我不是想变卦 我现在也走不开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中午见一面 就在几个单位门组的餐厅 咱们好几天能扛过来 能不能扛这些教训 喂 小琪 喂 邓科长 邓科长 会议马上开始了 大家在等你呢 好 我马上过去啊 好了 好了 朱科长 你说你二哥他俩怎么回事 还不去检查去啊 我老觉得你二哥心里好像有什么 哎呀妈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茬来了 怎么不想 他跟我说三天今天都第四天了 我告诉你我急了 我去拉着小琪去做检查 直接到医院 哎呀 何必呢你这是 真是的 不行 我现在就去 妈 那你去 四天了 你好 打扰一下 你好 我是新小琪的妈妈 我能找她一下吗 哦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喂 喂 新小琪她妈来找她 请她下来一下 哦 再见 谢谢了 她下来了 新小琪她不在 她去医院了 去哪个医院了 靳阳医院 刚走不久 您哪不舒服 不是我 我是想来问问我儿媳妇 您儿媳妇 人呢 不是 我想问问她来过没有 她叫什么 新小琪 那个辛苦的心 那个日子旁那个小 麻烦了 新小琪 她来了 她来过了 哎呀 她这检查结果 是不是怀上了 大妈 她现在能看出 男孩女孩来 大妈 您儿媳妇 是来做人工流产手术的 薛老师 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 过两天就开始答辩 只要论文能够顺利通过 您以后就是我的领导了 还请您多关照啊 我相信 你的论文答辩 不会有问题的 我没冲意做这孩子 小琪 小琪 她现在手势了的吗 我说什么 我给你们围队长过去 我 你能主动了解一些今后的情况 说明你很真诚 以后啊 咱们俩在一起好好地合作 薛老师 我一定会在你的领导之下 干出好成绩的 老师 您就别远送我了 就来找回 你退去 又在研究什么课题啊 我是在做一个 是关于 你做这孩子 小琪 你做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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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 你做这种情绪 小琪 你做这种情绪 我给你们围队长过去 让我妈 你做事 你都没事 我进去 妈 对不起 我说小琪 我孩子做的 你赶紧去 妈 不能进去 你冷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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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了 好孩子 我孙子 好孩子 我 Mud 都要抢术了 这是她的 我 你 Clone 她 второй 再一输 双三 去 妈 周明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妈 你们都家 可我真的别无选择 赵明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你跟我一起走吧 等过几年 咱俩抱着孩子回来 你妈就不会怨恨我们了 赵明 你别这样硬着脸 我心里也难受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问你 我还是不是你丈夫 是 你还知道我是你丈夫 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去这样做 赵明 我求求你 求求你别这样 我刚做完手术 你刚做完手术 我这儿受的伤比你的还大 你是在我心上插了一把刀啊 你 新小姐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你可以踏踏实实到国外当你的杨博士去了 是不是 那我问你 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你回答我 我问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 二哥 你们来干什么 老三 二嫂 三弟 二嫂怎么样 二哥 你要干什么呀 二嫂你刚做了一手术 你在干什么呀 我今天就是让她把话 我说清楚了 这个家她还要不要 向北齐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了 你哪儿都不想去 还有 我妈要是给我三长两短 我这辈子不会放过你 张铭 说什么呢你 你们俩我在医院照顾妈 你跑这儿的添什么乱 二哥 你消消气 咱们出去说好吗 走二哥 我马上不去 二哥 我今天就让她把话 我说清楚了 向小琪 你给我听好了 今天你 二哥 你说什么 两个月 航小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